中国最大的一部从书是四库全书 你有没有能力去读诵 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 确确实实没有能力去读诵 读诵上且没有能力 何况去理解 佛法三藏十二部经典 这个在现代知识里面来讲 还是一小部分 可是这小部分是知识智慧的中心 换一句话说 人生必读之术 我们做不到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读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感应 感通 用什么东西去感呢 用真诚心去感 智诚感通 虽然以智诚心去感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智诚心去做 怎么做法呢